白鹤童儿奉命招紫牙到祁山登台封神 紫牙秉明了武王 安顿好了军务中的事情 然后带着弟子武吉还有小弟兄 返回西齐 沐浴更衣 得把这身元帅的戎装脱掉 换身道服八卦仙衣 披发掌剑 一登上风神台 紫牙首先传令 先讲废众游魂 在风神台前斩首 把厉鬼滚圈永远 给压在这风神台下 勇士不得翻身了 反正把他压那儿了 然后紫牙 开始风神 他封一个 那么得让轻浮神摆剑 手提引魂帆 把被封之人引进风神台 来建江子牙 还得跪倒在桌案前 这不是跪子牙呀 跪的是风神榜 跪的是原始天尊 确切点说 也就是说三位教主 那就是太上老君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三教 共签的风神榜 然后是委任江子牙 下山斩将风神 那么子牙呢 这个身份 那就变了 不但在万马军中 啊 令下山摇洞 出兵鬼神经啊 今天就站在风神台上 那也是威风凛凛 也不得了啊 子牙封的第一个 就是紫威大帝博一考 这博一考 那就是文王白子 那位长子 西齐的大公子 感情 他是紫威星 然后呢 封了五个新官 这五个新官呢 就是五斗新官 东斗新官 是济州侯苏户 西斗新官 是黄天陆 南斗新官 大将周记 北斗新官 黄天祥 中斗新官 那就是 昭歌有名的那位上将 朝雷啊 那么所封的这些神仙 都是些什么神威 主要就是 三十六天纲 七十二地刹 外加呢 二十八星宿 那就不能啊 一个一个去封了 主要的 你比如说 封的是这个 左青龙 那就是登九宫 有伯虎 那是阴成秀 朱雀呢 是马方 玄武星 徐坤 太阳星呢 是徐盖 太阴星 就是江后 只得一提的 那是龙德星 是大帅 红锦 红鸾星呢 就是他的夫人 龙姬公主 也就是天上的左金童 又玉女 这二位 九丑星呢 那就是江元帅 得一门生 龙虚虎 桑门星是张贵方 吊克星是风林 有两个特殊星宿 紫牙还为难了 不封还不行 封神榜上 还有他们的名字 封吧 紫牙呀 还真有点 不大愉快 可是 江元帅转天 这么一想 这不是我个人愉快 不愉快的事啊 得按着封神榜 加封啊 那么 遇到谁了 使得江元帅 犯河戒 一个是费重 一个是游魂 封这俩 为勾脚星和卷舌星 勾脚星是谁啊 费重啊 卷舌星 游魂 这两个家伙 生前 是昼王 嫁前的两个大奸臣 蛊惑是非 搬弄是非 无中生有 得谁害谁 贪得无厌 哎 害了无数的文官武将 这两个家伙 跪着这盒 这么一听 还行 怎么 甭管怎么地 这俩开始以为 得把这俩 打入十八层地狱 勇士也甭想出头了 现在一看呢 还行 我们 还站着两个小星座 那倒挺好 咱可以 继续搅和吗 是不是 咱俩是不行了 但是 咱把咱这本领 往下传一传 无论如何 让这个贪官无力 也不能绝了计 是不是 哎 哪朝哪代的 还得出几个 他们俩人跪着这 何去这个呢 江元帅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看这俩跪那不提来 哎 偷偷的你一眼 我一眼的 互相看了看 还敲门声的 嘀过来两句 江子呀 一皱眉 吩咐百见 把他们拉出去 怎么不躲开那边 站着个地方 干什么呀 这俩下的多了多了的 都溜达出去了 随后子呀 又封了四大天神 这四大天神是谁呀 就是那王摩杨森 高有钱李星霸呀 封他们为 镇守云霄宝殿的 四圣大元帅 然后封日游神 是文良 夜游神乔坤啊 增福神 寸福神 虚恶虎 显得神方毕 开路神 那是方向 知年神 是李炳 知月神 黄承椅 知日神 周登 知识神 叫刘洪 资云 把这批封完了 一个个叩头十里 退出封神台 然后 资亚 命这个青夫人 把笔竿 赵公明 引进封神台 江子呀 对笔竿成相挺客气呀 笔竿和这个赵公明 到案前 跪倒十里 所以呀 让他们平身 封笔竿为文才神 封赵公明为武才神 外加一道官衔 什么官衔 就是金龙如意 正义龙虎 玄谈真君 封谈两个弟子 陈九公贺姚少司 一位是招财童子 一位是历世先官 你们看画的财神 财神前面有俩小孩 手里头拿着条幅 写着什么杰富英祥啊 招财进宝啊 就这二位 封这个散仙销生 为招宝天尊 封曹宝 为纳真天尊 这时 子牙很严肃的 告诉这个 清福神白剑 把四魔王 引上封神台 那就是摸的星 摸的红 摸的海 摸的兽 一位是增长天王 一位是广睦天王 一位是多闻天王 一位是持国天王 封四位为风调雨顺 摸的青手使清光宝剑 摸的红是碧玉琵琶 摸的海 混圆珍珍珠散一把 摸的兽呢 是花虎雕 那一进庙宇 在这个山门左右 进山门一看 山门左右两旁 站着那四位 那就是这四位 封正伦臣旗 为镇守山门的哼哈二将 封这个三肖娘娘 云肖碧肖穷肖 为感应随世仙姑 他们管什么呀 就执掌混圆金斗啊 这混圆金斗可太厉害 这么说吧 凡是已经什么仙人 凡人 圣人 天子 诸侯 你是跪也好啊 剑也好 鱼也好 鞋也好 甭管什么人物 那么只要是投胎落地 都要从这个混圆金斗 转接 由子孙娘娘 就是那个双面齐人修罗叉 来配合 那么怎么没封这个月下老 月老婆封了 那么 洪锦和龙姬公主的这个婚姻 不是就他给戳合的吗 他早就定位了 封这个吕月 为臂衣辖温君 让他率五个弟子 就五斗温神啊 那就是 于达于晝 于光于先于德 这帮温神爷也封完了 各自领命去了 子牙这时 吩咐清夫神百贱 把文仲 带上封神台 麻烦 怎么麻烦 文台是大摇大摆 到外边进来 往江子牙面前一战 是利而不贵 他根本就看不起他 你有什么资格封我呀 江子牙一看 这可没办法了 怎么 我让你看一件东西吧 啊 这不是我江子牙 对你怎么样 你看 说着 摆了一件东西 在桌案上摊开 哎呦 文台师一看 是三教主 共同欠压的 自己啊 偷通的一声 就跪倒了 跪倒在桌案前 我这不是跪你江上 跪的是三教主 哎 子牙点了点头啊 什么意思 文仲 我知道你不是跪我 我也没要求你给我大力参拜 你看见没有 我拜将之后起兵之时 教主赐给我一封密件 上面写的什么 说青龙夹梦 哲鸣将 穿云关夏 欲温皇 谨防达照光贤德 兵过梦境 自安康 不是我江子牙如何呀 是老教主给我的密件 以及欠压的封神榜 这都是我按天命行事 文仲听封 文仲在 吓得文太师 不敢正式江上 江子牙封文太师 为九天应援雷神普化天尊 正不雷神 那么他管什么呢 管二十四位雷不正神 二十四位呢 那都是什么人物 有不少都是他老朋友 像什么 郑天君 新天君 张天君 陶天君 狗天君 秦天君 刘天君 庞天君 碧天君 赵天君 董天君 袁天君 李天君 孙天君 王天君 姚天君 这么说吧 文太师发西奇 是他请来的那九仙山的 还有九龙岛的各位道友 今天都陪着他在这儿 一起听风啊 随后子牙封了三十六天刚星 七十二地杀星 外有二十八秀 二十八秀 大家就都熟悉了 像什么 斗金牛 鬼金羊 楼金狗 抗金龙 星日马 某日鸡 虚日蜀 防日兔 就是这二十八位 然后 此牙封 执年太岁 是大太子殷骄 封二太子殷红 为五谷神 封七杀神 是免持首帅张魁 后来啊 被委任为造爷了 封桃华星 高兰英 那就是张魁的夫人 就是那位藏王奶奶 每年到了这个腊月三十 人们都要给他供点啊 造堂 磨磨嘴 上天言好事 三十晚上再把他接回来 叫下界将吉祥 反正就这二位 封土府神为土星孙 六合星 是他夫人邓禅玉 土府神 大概就是土爹那角吧 反正土星孙挺高兴 至于那个三腰呢 那早就斩了 他们不够封神的资格呀 那一鬼呢 那么压在封神台底下了吗 哎 就在这时 南极老寿星到外面进来 呲牙一愣 怎么回事 江元帅在想 我是不是封错了 不是 敢请南极老寿星奉命前来 跟江子牙要两个人 哪两个人呢 就是这个 免池县 张魁手下那两员大将 切脸跟那顺丰尔 把这俩呀 给要走 要到天庭去 干嘛呀 当玉帝的 俩侦探 这俩上这个 天宫里干那活去了 啊 那活挺翘啊 要没这俩人 那孙悟空 怎么闹天宫啊 不是玉皇 叫他们俩看看 你看看怎么回事 天上丢这么些东西 老君的丹炉的丹都让人给偷了 你看看 这俩一看 哦 是猴子在那捉腰呢 哎 那就这二位 不是说这俩是神徒玉蕾吗 俩门神爷吗 哎 其实这神徒玉蕾呀 跟这个牵脸顺丰尔 不挨着 没什么相干 这个门神呢 就是门神 跟这个眼力呀 跟这个耳音呢 都挨不上 反正是把这二位呀 就给送走了 送到这个天上去 哎 这十会儿 江子牙 就把神公报给呆过来 子牙有点为难 怎么为难 这神公报怎么封啊 封得个什么 神公报进来也没客气 砰的一下 一屁股他坐那了 我凭什么给你跪着 说有三位教主欠牙的封身吧 我看见了 我现在呀 也没被斩了 我这人就在你这坐着呢 不是我神公报的灵魂 你想怎么封 子牙冲他 苦笑一声啊 师兄啊 我知道 你不服气 你也不痛快 但是有什么办法呀 你看见没有 说着子牙 拿过来一件东西 交给神公报 神公报一看 常叹一声 怎么 哎呀 教主有御福在此啊 让子牙 给神公报找个差事 干什么呀 让他去 镇守西海 具体他管什么呢 就是送太阳接月亮 哎 一早把太阳送出来 那么到了晚上把太阳接回去 把月亮送上来 那这么说 神公报一天 得紧麻 他闲不着 也别说一点闲 空没有 因为在西海 那会儿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 一个西海眼 就让他在那海眼里边那坐着 也有得空的时候 什么时候 特别是冬天 哎 神公报一闷得很啊 就吹点西北风 要不怎么冬天 那小风那么冲呢 传说呢 都神公报 在那闲着没事 他吹点 反正这神公报啊 是没少惹事啊 啊 调缩个是非呀 给人家造个谣啊 生个事啊 这个 说点的什么闲话呀 不中听的 弃人有啊 笑人无啊 这个这个 这个恨人负啊 等等的这些扯闲板啊 无空作有啊 凭空捏造啊 啊 就这些个事吧 都是 从神公报那生发出来的 所以今儿啊 就把他给封在那儿去了 说了半天 说了半天 这神仙差多了 怎么就封了这么点神仙 那时会儿啊 那神仙分工还不那么细致的 同时还有好多神仙呢 没出事呢 还有好多神仙啊 你像什么真武大帝啊 龟蛇二将啊 斗母啊 奎兴 后土啊 灵官啊 什么六丁六甲啊 五道城皇 麻菇 八仙 牛头马面 你这么说吧 管茶的神仙 管酒的 管船的 管烟花柳相 祭院的 管厕所的 这神仙都没封 管厕所也有神仙啊 有啊 子孤嘛 那哪儿这么多神仙 实际这些神仙啊 都是人们 给造出来的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你看 这不常言说的好吗 妖以人心 神是人造啊 这个神佛呀 都是人们自己编织出来的美梦 人类出现之前呢 那些岁月里 这根本没有什么神仙 怎么出了这么多神仙 据说后来是为了人们 找心态平衡 哎 找点心灵上的慰藉 和精神上的忌徒 哎 你比如说 有人有些欲望啊 这个想当官 那个想发财 哎 有人想长生不老 哎 有人想接续香烟 也有人想学么个白雪公主 所以啊 这神仙一拨一拨 一味一味的就都溜达出来了 反正紫牙 在这个奇山这儿 大疯了一气 哎 全都啊 疯完了 那么江紫牙身边那些个弟子们呢 哦 就是什么李静啊 金扎木扎 哪吒呀 啊 杨俭的雷震子啊 还有这些位 这些位就 肉体成圣 没等风 没等风 就都到天上去当差去了 那紫牙封完神 让这个清父神 永远 镇守在风神台这儿 随后自己 得赶快回到昭歌城 回昭歌干嘛呀 哎呀 昭歌事情还很多呢 得清理公院呢 拆台寄民呢 拆台啊 得把那露台拆喽 谁家贪了多少钱 都得还个人家 哎 武王千岁 激发登基坐殿 分封诸侯 论功行赏 家官进决 那么抚慰 伤亡将孝 哎 从此呢 是富商兴农 那整个天下 是四海生平 举国上下 昏乎大庆 武王啊 定都 在昊京 周朝的首都在昊京 这昊京在哪啊 这固执 就是在现在的陕西 长安西北 那么武王啊 拜江子牙为上副 是兴州大业的第一 一人啊 自有昆仑学道未成八十岁 未水垂钓 与文王 建了鸿功伟业 他金台拜帅 调民发罪 斩将封神 功高盖世 哎 封领齐国 那么后人啊 有失赞这位江上 江太公 怎么赞的呢 说宝福密路 出先天 斩将封神 何往迁 赤刺昆仑 成指卧 明班策记 筑全边 斗温雷火 分前后 神鬼人仙 任倒颠 自使羞耻 平造化 故教伐咒 洗腥山 筏